价格一降再降 入门级呢 真的是已经非常非常便宜了 很多刚走出校门的那些90后啊 第一台车不再是什么克鲁兹啊 等等等等 第一台车有可能是C级 也有可能是三级 如果说BBA是一个平民化的品牌了 那么我们今天就聊一聊小康品牌 比呢 BBA稍微高了那么半个档次 就是我身后的保时捷 说到百万级SUV 可能有些人会说什么X5啊 GLE啊等等等等 这些百万级的SUV 但是其实你仔细的想一想 现在真真正正落地后能达到百万的 可能就真的只有卡验了 那么买一台卡验 究竟比买X5比买GLE 牛逼在哪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题 今天的主角卡验呢 他内饰的变化 介于GLE跟X5之间 虽然没有GLE的全液晶仪表 依旧的采用的是这种武炮筒的 这种传统的设计 然而呢 在内饰大量的采用了光板和这些 钢琴烤漆覆盖板这种元素 虽然说用时间久了 会滑的乱七八糟 或者是会一流指纹啊 等等等等这些问题 但是这种材质确实是非常的显好 X5的内饰呢 可以说是非常的宝马 一直都是这个呀 没有任何的新鲜年龟 GLE的变化呢 在这三款车里面呢 是最大的 因为老款的GLE 它的内饰非常的老旧了 可以说 很多一些很现代感 特别不搭边的元素呢 在它的内饰里都有 通过全新的设计 把那些都剖析掉了 换来了两块代表性的大屏 最后呢 我们再来说一下 大家最关心的啊 卡焰X5 GLE 这三款车到底有怎样的不同 卡焰到底比那两款牛逼在哪 开起来呢 保持鞋的质感绝对是最好的 虽然它没有那么重 没有那么那么的 让人感觉开的是一台 这种中大型的SUV 但是呢 它那种轻盈的感觉 我个人而言啊 还是比较喜欢的 因为我自己有一台GLE GLE开起来有点太稳重了 就有点像那种大叔开的车一样 其次呢 这台发动机 卡焰这台3.0T呢 最大的功率呢 达到了340匹 然后呢 峰值扭矩有450牛米 跟宝马X5的3.0T 是完全完全一样的数据 GLE的那台 直列六缸的3.0T发动机呢 它可以达到360多匹的马力 扭矩呢 可以达到500牛米 所以呢 在这一方面啊 光看参数的话 奔驰 坐到了大哥的位置 变速箱呢 我不明白卡焰那台8.0T 为什么 总是要给我一种 哆嗦那么一下的感觉 就是 尤其是在降挡的时候 四降三 三降二的时候 每一下 都有一种 就是哆嗦一下的感觉 这种感觉 我真的真的不太喜欢 奔驰那台9速的变速箱呢 也有这样的问题 相比之下啊 X5的那台 来自ZF的8ET 简直太棒了 看来保时捷 你如果说要变速箱上面 找自信的话 还得是那台PT 今天我们抽到的是 2.0T的这个250版本 就是明年才会在国内上市的 包括后面的AMG35 都是明年再上市的 20T的这个版本 你不用担心这个 动力不足 在高速上 这个随踩随有 如果担心动力 那你就要等一等 我们后面会给大家体验 这个1.3T的版本 如果不担心动力 就是正常在整理使用 那么我觉得1.3T 应该来说是够用的 那么驾驶感受 我觉得这个 就像刚才奔驰官方 跟我们介绍的说的是 这台奔驰 它更多考虑的是 家庭使用 让大家这个 开得很舒心 很舒服的这么一个状态 所以这个感觉 从悬跨的调校上 到这种油门啊 刹车的设定上 我觉得都是 没有像以前其他那款 硬质那么硬 这个非常的舒服 然后滤震控制的 也非常的好 当然这款8AD病死箱 在舒适模式和经济模式下 这个换挡还是非常的平顺的 当然你要切到这个运动模式 有的时候这个 声道会有些延迟 然后这个条子放低声音 就比较大比较恼人了 当然在正常模式下 这个合音降噪作业都非常的好 符合这个豪华车的这么一个身份 相信国产以后 也是会非常的有竞争力的 这么一款车型 这款汽油版车型是320T双摩轮增压的发动机 而且目前只会有这么一款发动机进入国内 它入门的这个级别 就会比其他这个竞品 在动力上有非常大的优势 但是我觉得这一代的林肯 最大的变化 其实是说它的外观造型设计上 从领航员开始 其实是从Continental 从大陆开始 它有了这样的设计风格的变化 但是我觉得是从领航员 以及曾经家是更为舒展的 虽然航海家也换了这样风格的前脸 但是我觉得因为那是一款中期改款车型 在整体风格上只有外观有一个改变 那么大家可以看这个美式的这种豪华车的设计一定是超乎寻常的大 这个车的宽度超过两米 轴距超过三米 比它的同级竞品都要大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它舒展 比起上一代MKC MKZ 以及上一代的领航员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车就没有那么的硬朗那么刚性 就像以前美国车给大家感觉是粗犷 大 非常有力量感 那么这个是一种刚中带柔的这种感觉 包括大家可以看到车身的侧面 线条非常的好看 流畅 那么设计师说 这个造型是来源于这个飞行器 所以它叫飞行家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车身的流线 就算考虑到后排头部空间 它这个流线感非常好 而且没有像另外一款美式行车凯拉克那样的这个硬的线条 靠着车前的摄像头雷达来探测人方的道路情况 达到每秒钟扫描500次 然后每秒钟可以调节100次 所以这个全系标配以后 其实就跟之前几年的这个魔术车身 各种不同的效法其实是一样的 那么来保证这个驾乘的舒适性 那么实际开起来以后也确实是 它不像令航员那么大 其实这个尺寸的车 你如果像在山路上驾驶 完全感觉不到这么大的车身 是一个轴距超过三米 横向超过两米 这么的一个大车 非常的灵活 同时让你很舒适的时候 还有一定的这个路感 就是你走过什么地方 开过什么地方 你很清晰的能通过方向盘车身 感觉到这个路况 然后又没有那种细碎的 得一怕一些东西过滤掉 然后让你感觉很清楚 那么这跟以前的美国车那样 像船一样的悬挂也不一样了 而且这个又没有像德国车 那么紧致那么的这个刚硬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适中 而且是适合这个大多数 普通驾驶者的这么一个悬挂的调整 我们一天驾驶下来 有很大一段山路 那么这山路开起来 也非常的这个流畅和自如 很多时候我都会发现 哎呦这个居然已经到达这个车速了 我们才会有意识的去降低一下这个车速 所以就是这个开起来 非常让你愉悦 当然不是跑车的那种愉悦 是说省心 舒适 舒心这种 同时这个所有的这个主动驾驶安全的一些配备都有 主动刹车 所以我觉得到这个价位 大家可能更多的看的不是投入感受 就是这些配置 更多的是一种心态 给你带来的一种不一样的感觉 最后我觉得因为是3.0的3.0T的车型引进国内 那么可能价格上会比X5的2.0T GLE以及Q7会贵一些 但是我觉得到这个价位 其实大家不用过多的去看这个价格 我觉得现在林肯作为一款美式的豪华品牌 它也是可以让大家去考虑来购买的 奥迪Q5L这一代车型最大的一个变化呢 刚刚好就是这个车身尺寸 它比老款呢 无论是车长还是轴距都增加了超过100毫米 100毫米对于一款中型SUV来说呢 是一个非常大的量了 然而它加长之后呢 相比现在的那个新的GLCL呢 还是在车身尺寸上稍占一点点劣势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它俩的长度基本上是一样的 但是轴距要比GLCL呢 少了好几十毫米 全新Q5L呢 全系都采用的是2.0T的发动机 也就是大家熟悉的那台EA888啊 只不过呢 它分为高低两个功率 我们这台呢 是45 就是呢 高功率版本 除此之外呢 还有40 40是低功率版本 我们呢 主要就是体验一下这台高功率版本啊 这台高功率版本呢 它的发动机非常非常的强劲 就跟以往我们开过的奥迪一样啊 涡轮起压那一下呢 有非常明显的这个推背感 但是呢 如果你喜欢平顺的感觉呢 起压点 会让你感觉到有一点点的不舒服 此外呢 这台发动机呢 1600转的时候 就可以提供最大扭矩 这个可以帮助车辆获得更好的低扭 这一点呢 还是不错的 变速箱方面呢 这台车采用的是七速双离合变速箱 新车阶段 没有什么问题 不管是低档位 还是呢 高档位这个反复的升降档 都没有出现明显的顿挫 车辆呢 没有出现闯动 驾驶呢 非常的顺畅 但是 奥迪往往这些问题啊 都会出现在开过一段时间之后 就是说老车上面 我有台Q3啊 Q3的那台 双离合变速箱 那简直够我一梦的了 叮了光浪的 就跟快散了一样 不知道全新Q5啊 会不会重蹈这个覆辙 这样呢 我们持续关注一下 所以呢 就是这个底盘的调校啊 不得不说 全新Q5这个底盘 稍微有一点点让我失望 为什么呢 因为以我的经验来讲 新的奥迪车的嘛 它的底盘会非常的整 给一种空空那种感觉 不知道形象不行象啊 但是这台试驾车呢 仅仅开了不到一万公里 在过一些勾勾卡卡 或者减速带的时候呢 它会让我感觉到 底盘有一些些松散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试驾车的原因啊 反正它的调校呢 不转也不硬 这一点呢 倒是比较好 过转的悬挂调校的话 会让我在 尤其是拐弯的时候呢 心里没底儿 车身呢 晃动会比较明显 明显悬挂对车身的支撑性呢 会不是很强 当然了 你如果调的邦邦硬的话啊 这一点呢 也不是太好 因为这毕竟是一台 城市里驾驶的SUV 它不是说 带你去撒野的那种SUV 所以说柔软的悬挂 可以极大程度的提升 驾驶的舒适性 这一点呢 还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